2023年10月29日网络言论选突发新闻 以色列财政部长表示 当前战争的直接成本每天约为2亿4600万美元 一文刘仲敬说 所以以色列的战争开支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 但地面战争可能更贵一些 某人说 70公里以上射程的火箭弹的伤害能力不可低估 刘仲敬说 你以为白糖和水管费得出70公里 自己试试吧 中国火箭炮是最便宜而不精确 但一个炮弹也得十几万美元 哈马斯现在的战争成本至少一天10亿美元 最终都是中国血汗工厂依靠香港从美国赚来的 某人在昨天的网文上说 以色列不打地面战争重新占领袈裟是不行的 火箭弹就是水管加白糖原料 推进技嘉弹头 成本1000元以内 铁穷14万美元一枚 可以每天轰几千枚 阻拦率并不是100% 就是打战争经费打到最后 以色列也得费 某人说 共匪雇佣哈马斯来守护边境吧 刘仲敬说 塔利班更便宜更方便 哈马斯还真不一定愿意来 西亚人除了面对欧美 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高高在上的 某人说 10月28日 民族解放军士兵袭击并摧毁了 亲瑞河军区军事委员会的两辆装甲车 这次缅北冲突看来上强度了 刘仲敬说 猜猜前和炮弹从哪来的 军政府会把炮弹分给魏三的边防营吗 匪军的炮弹给了哪一方 印度调查局和阿萨姆不枪对呢 所谓诈骗集团 也就是越贵黑帮小军阀 肯定给白索成吉乃了 但彭德人也不见得没有份 打这一仗 至少要准备几个月的物资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华属赞米亚的供应链 经营供应链的豪强 就是将来的军阀了 某人说 安徽厨州定远县九子村 李克强老家摆满了鲜花 习主席看了 心里酸溜溜的 某人接着说 图要是酸溜溜 也可以亲自死一下 就能获得大家送花的待遇了 而且是李花 刘仲敬说 他死的时候 中国人民一定更加悲痛 就像张献忠时代的人民 听到崇祯皇帝上眉山一样 成千上万中华民族的移民秩序世代代 从他和蒋介石的悲剧当中 汲取力量 而且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中华帝国 如果他只为自己 二十年前就可以捞一笔钱跑路了 但是他的历史使命 还得由其他角色演完 故事情节不会有多大差异 某人说 作为正白旗蒙古在侧兵丁 我直呼阿姨内行 刘仲敬说 改朝换代的混战时期 必然是强势军阀逐路问鼎 企图建立尽可能强大的新帝国 若是军阀割据建国 企图将既得利益合法化 永久化 赞米亚异动南安 天下未乱属先乱 蜀国军阀政权 三五十年的富贵 垂首可得 外交手腕高明一点 就是下一轮的朝鲜越南 汉唐所失去的 唐宋都无法收回 何况新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地位 肯定不如唐宋在东亚的地位 甚至可能不如蒋介石毛泽东的 旧中国在历史世界的地位 大属民国尽一应免 远交美日 比起蒙古依托苏联更加有利 我老人家的诸夏各国历史 自然会让全世界相信 藏免系百岳系各国和中国的关系 自古以来 就比满蒙越泰和中国的关系更加敌对 世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这人怎么又变成齐民了 刘仲敬说 广损的祖宗随时改 人设丰富多彩 刘爷爷就比较单调 因为王明是党史著名人物 不好改 某人说 很刺激 微信上能同时看到 彭白两军的话语体系 国敢自治区行政管理委员会 严厉谴责彭氏叛军袭击城镇 屠杀公职人员的暴行 刘仲敬说 彭军有四个营 白军只有一个 但论人口和面积 白方至少是白方的五到十倍 白方代表全球化路线 可以称为缅甸的邓小平 裁军招商 发展腐败政治和寡头资本主义 社会形态 接近乌克兰俄罗斯和江泽民中国 彭方代表战时体制路线 殉民备战 以伤养军 招募豪杰 双方在柏林墙倒塌时的分裂 主要就是路线斗争的结果 大多数军官选择走资派 甘愿依附缅甸军方和大军阀 彭军几次反攻失败 主要原因是中国走资派 执行轻勉的闷声发达财路线 现在 彭方认为局势已经变化 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还是有确实情报 甚至物资支持 很快就会体现在战局上 彭方的文宣说明 华属赞米亚江湖企业家的 走资路线主要有利于白方 所以 无论战局如何发展 华属赞米亚的动乱都会升级 世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贵国支持哪方 刘仲敬说 当然是不持立场 双方采取的行动 客观上都是对我国有利的 最新消息 印巴爆发 边界冲突 稍早传出 印度与巴基斯坦边防部队 在克什尼尔发生激烈交火 刘仲敬说 印度不断加强军备 当然会牵制更多的匪军 中国的人口财政军事高峰 在2008-2012 印度在2032-2036 时间在印度的一边 对中国越来越不利 如果太平洋战争 不在2028年以前爆发 中国就会在2033年的 新甲午战争中败在印度手中 事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